擺正行 帥交一致帥到底 哇~~小偉子~~ 子~~子~~子~~ 上次大家一直在說 怎麼沒有試試看 一人要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叫做 Smart的Roster 代號是452 從幾年出到幾年 2003出到2007 但是台灣大部分都是03到06 07的人比較少很傻 他知道我們要來特地收集 這麼多台 有沒有統計過這個到底台灣有幾台 這個在路上吧 但是我們上次辦大會是 大概來50台左右 所以有一半的人是沒有在彎曲 每個車主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所以你看到很少原廠車 對包含像這個 開口 這個都是後來再用套件下去 這個是直接手工做的 對這個都是手工做的 因為它前面的蓋子是玻璃形 欸這幾cc 698 698 波輪 然後它這個車子總共分 三種引擎的型號 它有45 60 跟74 在台灣74的這個版本是沒有的 台灣只有近45跟60 那74是8.5 目前台灣8.5分只有8台 那目前我們這裡有兩台 有沒有看到 8分之2 8分之2就是25 4分之1 4分之1 有沒有 我國小有上過數學 對這兩台藍色跟咖啡色的都是74k瓦的 8分之1 那先講一下 我們不要講8分之1 一般說03到07 大概這個價錢的分佈大概會在多少 大概在40幾到60幾的時間 我們看來它弱差很多 那個範圍真的還蠻多 所以我跟你講 泰山買這車就會賺錢 你買40幾回來都賣65幾 OK 這很棒 問題是你還要找得到40幾人要賣你好不好 每一個都這麼花心思整理 誰要賣你40幾啊 這是不是不會掉下 不會掉下 因為它也沒有後繼車 之後再出的也是電動的 所以應該玩油車的人不會去考慮電動 這台就是台灣的總代理引進的頂級版本 60k瓦的 那他們這個車友 他們都有去找一些國外的套件 像這個套件的名稱是LOSD LOSD的雜刀OE車門 那這個東西光它的材料錢 大概就在10萬塊左右 還不含安裝 像這一台也是 它也是雜刀車門 然後你看它的賽車椅 甚至它有氣壓必爭 唉唷 哇 它是後製的喔 它是後製引擎 後製引擎後輪驅動 它整個氣壓組 這是氣壓棒譜 這個是除氣筒 這一組改起來了多少錢 目前有漲價 好像20多萬 20多萬 後製後驅 那等一下就可以 甩尾 甩尾嗎?有點難度 這個都是手刺牌的嗎? 這個都是手刺牌的嗎? 沒有 那我可以嗆出手牌 我又買了 這樣 先吻好對不對 先吻好 才不會浪費 在台灣有人把 哈亞布莎的引擎放到機上 哈亞布莎是轉 轉 機車 我覺得這種有個性化的車 就很像mini 尾式牌 或者是金龜車 你可以自己有很多可以玩的東西 你自己想要把你的車塑造成什麼樣 如何自己人物的個性 對不對? 像泰山 如果買這車就是粉紅色的 還是彩虹的 彩虹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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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插頭 我跟妳講 以前覺得最帥就是這個 它那個時間往下壓嘛 對不對? 然後關起來 然後打開 到底以後 上升 這個 就是這個雜套套件 LSD是雜套套件的公司 這是國外的 所以它這個套件來 就是給這個車用嗎? 就FORS納斯來用 所以你只要去國外把這個套件來 還有人會安裝賣安裝商機嗎? 你不知道 我還沒裝過 哈哈 那時候我還沒 太貴啦 那時候 會花這個錢的人不多 所以這個 通常這種都已經改很久了 對 這個都是早期的車友 才花得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改相對簡單 因為其實它門板不重 對 它裡面都是觸焦的啊 所以你看這個車輕量 幾公斤 一定很輕 趴拜託 因為這個推真的是不費力的 你下來其實很輕鬆 對 你看我 幹啦 為什麼要用裝紙啦 好啦 給我五分鐘啦 我先動一下 小拇指就可以了啦 你看 有沒有 真的很輕啦 所以像門最開就這樣而已嗎? 對 因為雜燥的關係嘛 然後也可以應付驗車 它其實主要也是因為原廠的安全操控在這裡 所以它必須要先往外滑開 才往上 對 以前你知道年輕的時候 玩車 打到車門是不一樣的 不然太早我幫你focus改 打到車門 我要O1 O1要連屋頂切耶 我好像上次不知道看到什麼車改O1 它連屋頂這樣接起來 我有看過送可樂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還賣咖啡的耶 啊還有一種我看過 你知道它O1打開 拉出來一個舞台 上面就跳鋼管 有沒有 山路 看樂隊那種 對對對 上次來我就覺得說這個車 它坐這麼低齁 開起來一定很像狗卡 這個棚子啊 如果破掉會不會很貴 它價格算滿高的 可是應該有人縫得出來啊 可以換布 那個布是可以換的 但是裡面的支架啊 還有它的花柜 它的鋼身就是專用 補料的部份 還是拿掉 喔 它是電動的縮起來 電動縮起來 對對對 不要一直給我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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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穿臉喔 超屌的 欸還蠻快的耶 這個也可以拿掉 這個是拿掉的 對 這樣就真的是一台長毛車了 欸 那如果遇到下雨 然後你剛好在開棚 大概要多久 大概多久 那就趕快下車 趕快裝了啊 你為什麼轉問你 不是啊 要不要來底下啊 就五四三二一開始噴水這樣喔 噴水 有需要玩那麼大嗎 這邊 你看 像這個時候你已經 沒有啊 車已經撕掉啊 對啊 對 壓一下往下拉 喔 會了啦 對 壓一下往下 然後上面先抬著 前面先 往上 對 就拿起來了 然後下去就這邊先 進去耶 欸 還蠻快的 欸 還蠻快的 它縮起來的時間大概幾秒 大概六七秒 六七秒 這樣就好了 欸這種車子其實 一直有它的樂趣在啦 對 而且它真的不太會跌價 因為就是這個價了 就是這個量 而且量越來越減少 也不會再有新車了 那它的價格一直都維持在這裡 對 嗯 大約就是四十幾到六十幾 甚至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版本 八九十 對啊 所以一直就是這個價格 你看這個呂軒是三孔的耶 對 還蠻特別的 所以它這個要買 只能跟它買了吧 對 外面有出嗎 外面有做給它用的 因為只有它有 三孔只有它有 喔 Smart也是三孔的啊 對 Smart的Fortu 基本的Smart也是三孔 Fortu也三孔 Fortu跟Rosa都是三孔 然後 舊的Fortu 像那個1500的Fortu 它就是四孔 它跟雅各一樣 11403 11403 然後現在新的Smart的E5後 解決是四孔一版 原廠是16吋 對 原廠的高配車 就是配這顆16吋 然後低配車15吋 所以像那種Farbus 都有增加嗎 對 這17 有哪一台是比較特別的 雜刀車門也看了 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感狀 氣壓避震 對 氣壓避震可以 可以按嗎 這打氣耶 打氣 蓋起來喔 因為它的避震器的形狀比較短 所以它的滑度並沒有很大 喔 所以剛剛已經動了喔 靠腰 現在是最低的 我還以為是會這樣 沒有 你說那種彈跳 彈跳跳跳跳 跳跳跳跳 現在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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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把它降下來 幹的 很差耶 而且我一開始 我剛有發現它的鋁圈 其實就噴有點像仿舊 對啊 而且我一開始以為是髒了 沒有人像仿舊 好不好 你沒看人家那種 軍事玩模型的 都要故意舊 對不對 對 其實我用響子 我覺得這個車 應該很難做 開起來應該很難做 我們找一台車出去 開看看 我也是第一次開 我沒來過 等等要試的話 一定是Farbus 試喔 對啊 Farbus才有帥啊 它引擎有調教過嗎 引擎有調教過 馬力比較大 然後整個內裝的質感 還有引擎的線性的輸出 完全都不一樣 內裝質感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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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車縫線 皮料的車縫線也都不一樣 國外有做 把兩個Smart的引擎 裝在後面 對 變成V6的引擎 變V6 三缸 跟三缸放鞋就變V6 沒有外賣的 的這種概念 好不好 所以 把你的Focus引擎 兩個都放直的 弄出出 變V8 V8 你看這椅子換過的吧 對 這個帶包皮的Litaro 我以前也是買過的 帶包皮的 你看這椅子根本就放在地上 你從側面拍那個高度 這個椅子基本上 你有沒有覺得它已經放在地上 嗯 差不多了 對不對 感覺凸到 酷辣屁股會被凸到的感覺 欸 膝蓋不好的喔 有一點洞骨喔 你看它這個蠻特別的 你看 可是好像有點 對 鬆掉 它這個也有貼法斯紋 對 哇這個工藝很高耶 這怎麼有辦法貼這樣 它應該是水轉的 喔水轉的啦 然後這個是 渦輪壓力表 對 渦輪表 然後水溫 這都是原來就有的 原廠就有 然後這個是轉速跟時速 只是它Bubbers的話 它的底是黑色 然後多了一個B字樣 好啦我要走了 好 拜拜 我們打到檔 往後拉 煞車踩住往後拉 煞車踩住往後拉 對 踩油門才會走 行不行 我到底行不行 可以啦 沒有不行的 它這個車子你踩油跟起步的時候 它的壓縮性會切開 所以它就鬆脫 它把動力留給E 喔 是 不好意思啊 我們那個窮古人家沒有開過這麼低的車 OK GO 好然後往左打 往前打 往前打 對 好現在A是歐桶 那要按這個才會變成 不是那個是洗滑 那個是洗滑 它這個車主它把它改到中間這個小按鈕 這裡就變成是 歐桶 跟手勢排 對 其實蠻重的耶 對 因為它這台是 它把動力方向盤拿 它這台原本是 它把動力方向盤拿掉 這樣操控性比較好 然後它又把方向盤換得直徑比較小 所以就更重 但是路感很好 好 它這個74K挖得很好玩 它的衝勁沒有像60的這麼大 但是它很線性可以推到6000多轉 欸它這個開出來就有冷氣了 為什麼 就是你稍微有速度之後 它的壓縮器就不會被切開了 它這個會不會倒退 會 所以你可能如果真的比較陡坡的時候 你需要左腳煞車 或者是拉出走煞車 像它這個之後 都要延遲0.7秒 這麼精準 0.7秒 這個數字都有 它那個換會 的聲音 那個是放 卸壓法 它卸壓法是內卸式 所以會卸回去我們的環島裡面 對啊 因為它這個波輪的壓力 波輪比較小 所以它卸壓法卸的時候 是卸回去環環內 才不會太多的 TOMOLEG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彈跳 我也會像卡丁車一樣 不會啦 而且它這台還是有蓋避震器 對啊 其實它如果是原廠 不會不舒服欸 原廠的話會更舒適 你知道我這個老骨頭 現在遇到一些 BNT太硬的 我會暈車 會想吐 通常大部分的都有蓋避震器 會是因為外廠避震器比較便宜嗎 也不是 也沒有 外廠避震器比較不會 但是他們就是為了要操控器好一些 雖然它已經很低了 但是他們還是會想要更好的操控器 那主要的牌子 大概就是原廠的Farmus KW KW 貝斯登 這三個牌子的避震器 在洛斯上面是很常見的 欸我現在這樣都覺得旁邊的車好高喔 我現在稍微有點體會那種開拔力的感覺 連摩托車都比我高啦 所以這時候應該要找看有沒有 短裙 買檳榔喔 可以喔 有嗎 我們這邊有辣麵 我們可以去買飲料 我這樣開 我是覺得說它的那個 封切隔音比想像中好 底盤回饋 我本來會以為像卡丁這樣很直接 跟它擦細D提供的感覺 比想像中彈跳來的小 這真的是一個房卡 真的是一個玩具 外型很像樂高有沒有 然後顏色很繽紛 然後開起來很像卡丁車 可是沒有卡丁車 這麼硬這麼直接 可是就是很好玩欸 這個車好玩就是很玩在 它沒有替代性 就是你找不到一台跟它一樣的車 然後再來玩這個車子 你不用擔心配錢 因為它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價格 對聽說在兩年前三年前就是會這樣 對 我大概十年前買第一台 我買七十幾萬 那我的那台等級比較高 一萬六 你看十年後 現在等級好一點的 等級就少一點 等級是六七十 你有沒有開過這個去開賽道 我們七月十二號要先開 一定很爽對不對 很利寶 我們有二十五台 帥欸 所以它其實在賽道裡面 只是速度真的不夠啦 說實在的話 因為賽道真的是讓那些大發力 可是那個過彎的感覺 應該很爽吧 沒錯 我們真的比別人吃香 是因為我們的軸距短 然後我們用的路都是最短的那一條 對 我們不會被外拋 所以你們二十五台去是還有別的車會一起跑 它其實是一個賽道日 對 它說一整天有好多組別 那我們找了二十五台 我們自己包了一個組別 這個時段裡面全部都是Sport 欸 這樣要多少錢 因為時段算短 我們算是體驗而已 就一節 一節 一般一節是十五分鐘 你知道嗎 蛤 夠嗎 先生要加節嗎 那這一次所有的費用 包含那個保險這些 加起來大概四千塊左右 你說一台車四千 一台車一個人 那這樣二十五台車十萬 這樣不便宜喔 可是它是一個 這樣其實賽道也蠻好賺的 但是他們的維護啦 還有他們要申請的那個整個過程的費用 對 還有保險也很重要 對 相當客觀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的一個是說 以前喔 我們在玩西梅 對 你把車弄很輕的時候 每過一個Gura整台車像跳起來一樣 對 可是我覺得為什麼很奇怪 就是有一些歐洲車 真的它就是有這種 底盤的能力 就是其實它車很輕 可是它的過坑洞的道路質感 底盤會不會整還是很好 其實剛剛那個直線加速 我覺得你講的沒有錯 是前進 可是也沒有好慢 其實算蠻快的 真的嗎 對 其實我覺得算蠻快的 它這個車型很好玩 它60的比較爆充 60K大門比較好 那是設定的關係還是 那個變速箱一樣嗎 對 變速箱子裡有些不同 主要是 可能因為它的渦輪 70K瓦的渦輪也比較大 哇 欸 這隧道很適合拍那個 PS的那個叫什麼 賽車遊戲 對啊 那個叫什麼 它有一個女兒拿高跟鞋 然後人家比賽賽車開過去 然後又倒車 你知道嗎 那女兒高跟鞋斷掉了 在隧道旁邊走 然後她就開回底下旁邊 然後那個女兒就上車 然後她就這樣那女兒走 那我們是不是 要晚上都來尋一下 我跟你講三天半夜有一個女的 在這邊走拿高跟鞋 欸 你要怕了啦 你還想停車喔 我坦白說 我還沒開過之前 我一直覺得 這車一定很難開來做 可能就是很直接這樣 可是我今天開了以後 我唯一感覺其實 沒有想像中會不錯 你看我剛錄出來慢慢錄 因為不習慣 我會覺得這車感覺會好像很難開 可是我一直覺得 這種車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很像類似那種DSG 就是當你在慢速要停車 要移車 控制上面會有一點點障礙 就會有一點點障礙 我覺得好像怪怪的移不太動這樣 對 或者是怕吹過頭 還是怕衝出去 因為剛好在移的時候 就會一直聽到它在卡拉卡拉卡 一直在放離合器的聲音 然後會怕怕的 可是其實一旦到道路上以後 我覺得就 你都不會覺得說 這個車如果有手排 一定很好開 一定開槍硬撞 其實每一個車都在期待 目前國外有車 就是用這一顆引擎 但是用了Smart婆婆454的 1000銀引擎的那顆手排便租箱 放在Lost的引擎上面 對 大家都在肖像這一顆引擎 但目前台灣唯一只有一台 是一個外國人帶回來的 有喔 大家都想到就跟它勾結一下 不知道要不要亂 目前台灣是有機會 它也在你們劇勒部裡喔 沒有它沒有玩劇勒部 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它就是每個人都在期待那個便租箱 真的 因為我這樣開了一圈 我最直接的感覺是真的 剛剛雖然開玩笑 我說出手排我就買 可是你真的會覺得 這台車如果是手排一定開出來 一定很 更有樂趣 而且其實它這個 雖然後輪驅動 它的那種輸出啊 不會讓你覺得 很完全就是後面一直在推你耶 其實很均衡 真的 而且這個車子你在出彎的時候 你幾乎可以去油門 因為它真的 它配備的 安全配備的 像那個反滑中的都是 它全部都是 你如果過頭了 它還要把你修整 它還會限制你的油門 所以你出彎的時候 只要車都對稱了 你就是全油門下去 如果我買這個車 有一個東西我要練習 上下車的東西 我覺得媽的 我們這個年紀 要上下這個車 怎麼看都會很稠 要如何開這個車 上下車 很帥氣 因為你這時候 你開去外面 你輕輕扶全 停一下 這門停一下 買個飲料 大家都在看你 然後你爬出來 還哀哀叫 哎呦 掉漆 你腿太長了 你可能要稍微練習 我們腿短的都還好 滾出來就好 跳一下 像這個時候 我們都是右腳先進踏板 然後屁股坐進去 左腳再刷領 以前我們看那個羊婆婆有沒有 嗯嗯嗯嗯 有沒有 後來你才發現 年紀到了 你不自覺就會發出一些 嗯嗯啊啊的聲音 你才知道 小時候看羊婆婆 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這個年紀大才發現 發出聲音是不自覺的 你看像我現在在 有點像塞車乳行 其實冷氣就 明顯就感覺出 溫度沒有那麼低熱 只要踩到油門 可是那這樣塞車的時候 可能就會很熱 你如果停停走走就會 但如果像這樣停住 大家坐即時接合 有時候開這個車 也是會有一點點想要看一下 人家怎麼看我們 啊是啊 有一點點修容它 如果實在的話 我會想要看路上的人 看我們這個車的那種感覺 其實喔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看路上怎麼看你 你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你就一千一千的 換個五萬 全部都貼在舊子板 進外面就好了 然後你去買檳榔有沒有 付錢 自己撕一張 這樣就可以 這樣引起注目 對這樣就可以引起注目 我看你都難 因為我們每次去試車的時候 就會有媽媽騎摩托車 載小朋友 小朋友回看 對小朋友就回頭看 跟他媽媽 比如說媽媽你看那個車 然後那個媽媽就會開始 跟在你旁邊 你快他就快 你慢他就慢 然後我們也會想說 讓小朋友開心一點 我們就放慢讓他看 然後看到小朋友 去喜歡那個車 那個眼神 是真的很 很純真的 很純粹的那種喜歡 但是我覺得這台車好開 會不會是因為它是Valbus 其實差異性沒有太多 但是說真的 Valbus的內裝質感 內裝質感 跟它油門下去的那個 比較線性的那個加速 是跟60比較好 60它的起步比較快 起步比較快 但是它的尾速的時候 比較沒有亮 因為它的渦輪比較小顆 尾速你的尾速是200以後還是 沒有啦 就是指它的轉速 它的高轉速 大概在5000轉之後 它就沒有什麼推力了 但是Valbus的它可以推到6000 所以你到5000到6000的那段 Valbus還可以有 74的還可以有 那60的就到5000 續航力比較夠 對 就沒有料了 後面那段就沒有料 你就必須要換檔 它就是拉鍊可以放東西 對 那些都是它們後來架構的 等一下自己設計的吧 沒有 這都是原廠的 這是原廠的套件 你看它們還有189的LOGO 這是一個放在門板旁邊 然後拿點置物盒 置物盒 然後這是原廠的東西 然後再來一台 這個 原廠的ROST的面子 這也是一支ROST 這也是一支ROST ROST的鑰匙 真的塞車就冷氣不能 對 你油門下去它的冷氣 壓縮機就切開了 好不好 冷暖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忠實的反應給 有興趣的人 好不好 那個不是壞掉 這是一種浪漫 你開一台車 載一個剛認識的女生 對不對 塞車 那她受不了 她就一直脫 對 好熱啊 沒關係你可以再脫 對 所以你要叫女生脫衣服 逼她一直扯 沒有用 你就讓她熱 這樣太膚淺了 對 你就讓她熱 撞不掉 她就脫了 欸她這個單離合 對不對 她那個抽送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快的 她其實主要是 她的變得像設計 有沒有 她是帶狀的直輪 所以她其實厲害的 並不是她的鳴耳器 而是她的帶狀直輪的設計 她是靠一個是火馬達 用旋轉的方式 掉下一個單位的直路上來 所以當然我全程 我是用這個自排的模式開 當然我明白說 用手排一定是會更快 只是說我要用自排去測試一下 她原本的這種抽送的速度 我覺得算蠻快的 好啦 總結我覺得真的是蠻有趣 蠻好玩的一台車 嗯 然後花少少的錢 真的可以體驗到 把阿力感送 坐在地板開車 然後吸睛度 那你覺得這個車 它如果照顧起來 比一般的同年份的Smart 你覺得會貴很多嗎 它其實很多零件都跟Smart 45Liport2同流 所以它不同的只有它的外觀板間 跟它的敞篷的結構 比較大的會是在它的敞篷的部分 阿是喔 為什麼 對 因為敞篷久了以後 一定會有耗損的部分嘛 像它的敞篷會縮水啊 或者是它的維修包的鏈條 它的高針都會磨損 甚至馬達的車路 那這些東西 不管是任何的敞篷車 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但是它的底盤耗材 它的引擎耗材 都跟450伙都一樣 所以它的維修包起來非常熟 會嗎 一些三角架 什麼拉杆 那個都會一樣嗎 它的三角架 和上頭 離直串 全部都共有 喔 是喔 我還感覺這個底盤結構 應該都不一樣多 軸承 紗車皮 避震器 然後後面的耗材 反動軸也一樣 欸 但是 其實不錯耶 氣勢的比較不同 氣勢的比較粗 但是45的跟450的 就都一樣了 所以這樣沒有想像的貴啊 這個是什麼 它這個是硬頂 它這台車子很特別 所以它整個翻掉 對 它是硬頂跟軟扶 你看它後面有軟扶 拿下來 然後按電動關 對 沒錯 它這個車主要把它改成 軟硬頂都有 買這個車要注意什麼 如果有人真的想要買這車回來玩 如果他們去看二手車 看這一款車 還是找藝能就好了 你不能這樣講 不行這樣講 雖然心裡這樣想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表達出來 買這個車子 主要就是看 因為這個車子是長門車 所以它容易露水 你可能要看一下地騰底下 沒有經過激水 然後再來是電腦的部分 它所有的燈 壞檔的感覺 它還有儀錶板的燈號 甚至電動窗的大燈 這些東西功能都要正常 表示你的電腦的超濕的機率 就會比較低一些 電腦超濕會壞掉 其實這個車子 比較容易遇到的狀況 就是超濕 所以是不是比如說 假設要買這個車 像你這樣插電腦 其實會比較好嗎 插電腦下去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說真的 並不是每個車主都願意讓你插電腦 插電腦 如果它可以找到一個有公信力的車廠 然後雙方都願意約在那邊 那就插電腦下去看一下 當然是最好的狀況 是說像這種車的事故 到底要怎麼看 看骨架 一樣我們的引擎蓋或後蓋打開之後 對沒錯 就是看它的骨架 你看它的配件 所有的配件都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只要它碰到的地方是配件 換新的就意思了 但是它主要的骨架大量都看得到 所以它的接合處 你說有沒有燒汗啊 跟我們一般的車 有沒有像彼此一樣趴的沒有心啊 或者是敲過的這個痕跡啊 我覺得這個會不會很像摩托車 摩托車也是塑膠殼 然後骨架嘛 龍頭什麼 對啊就看那些骨頭有沒有去趴過 可是我們一般在看 就是把它的蓋子打開來 然後我們就從縫隙裡面去看它的板經 跟它的大量的結合處 有沒有板骨 有沒有折肘 不過講真的你買過那麼多Smart的 任何一款 你有看過試骨過的嗎 有啊當然有啊 你看它整個當我想擠進來 然後還把它板出去 還蠻厲害的 但是應該數量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很多壯就不修容 沒錯 因為它的維修費用太高 就是如果說你碰到的是非耗材 已經碰到車身了 那些維修的費用真的不是 不划算 對不是那個車價的 就是沒有比例 所以一般車主或許就會選擇它直接賣掉 然後讓人家去修 或者是讓車上去拆零件 我很少買Smart的 可是坦白說 我有估過 都覺得說它的試顧率好像感覺沒那麼高 通常有大壯的動修 對啊 好啦今天打到機會 要跟你們分享買這個車要注意什麼 好不好 電裝瓶 如果可以擦電腦是最好 那不行的話 就是電裝瓶啊 那個電動窗 看有沒有漏水 對所有的電器都測試一下 用一下 地毯底下有沒有漏水 對 如果可以的話 找一人就不用 怎麼都不用會 好不好 它如果騙你你來找我 我幫你處理 沒關係 我們這個20年的交情是沒有問題 可以這樣直接幫它背書 好不好 好啦 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啊 帶泰山去小叮噹遊樂區玩 好 下次見 掰掰 不管是如何 怎麼都吃到 帥氣的下車 我想一下 等一下我想一下怎麼下車 我想一下抓哪裡 比較帥 這樣怎麼下車還帥 我怎麼下都像阿公下車 有沒有 沒有 墨鏡就這樣 有沒有 上車對不對 右腳先進去 不能發出聲音 重點是 不能發出聲音 發出聲音就很像老輝阿 帥喔 很流暢耶 下次我想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小心頭 有沒有 好要力 這樣也可以吧 知道我老婆幸福在哪裡了吧 來你上車 幹 我看你多行 來 為什麼是我 你上車 我看你上車 你有發出聲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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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聽到喔 好下車下車 我看要帥一點喔 失敗 再一次 泰山下車 tattoo 還是忍不住會挨對不對 因為他老回來 趕快